說到洪慈庸其實 尤錫坤是對他滿滿的肯定 當然肯定他的理由有很多 包括說因為要跟他有互補 加強跟朝野委員基層民眾溝通 所以要年輕的女性優秀 擔任過立委 還有基層服務經驗的洪慈庸 可是你把洪慈庸的名字蓋掉 有人就說 好像呂孫玲也可以 但水蔡玉玲不行嗎 年輕女性優秀 當過立委也有基層服務經驗 對 而且你看 他之前還講說 因為他這一期是國防委員會 國防外交 我剛才查一下呂孫玲 七次的國防外交委員會 所以呂孫玲滿適合的 選一員很好 他也在新北市選 呂孫玲也在新北市選 其實還幫他經營地方 呂孫玲真的是一個不錯的人選 所以為什麼就是沒有選呂孫玲呢 好啦 我們還是來聽聽 水牛伯自己怎麼講 我必須要找一個 跟我專長互補的 我年紀也比較大 要找一個比較年輕 我男性要找一個女性 我現在在國防委員會 找一個對國防比較專注的 有的選民會來找我 所以要有基層服務選民的經驗 就是說對待選民要選接地氣 他當過立委 有立委的經驗 那這樣可以補得不足 然後他理性的思考 然後有一個孩子 對於育有有什麼困難 他的思考也會跟我不一樣 會彌補的不足 好啦 所以為什麼就是不能呂孫玲呢 但再者綠營的粉專也拿出來 把洪慈庸跟另外兩個人來比 一個是學姐黃靖穎 另外一個就是韓國瑜記要任用的趙紫玥 好了 就來比較一下嘛 到底誰比較有這個資格呢 你說黃靖穎學姐她鑑任為8職等 趙紫玥是5職等 但洪慈庸有減任14等 職等真的有差 學歷攀開來一看 黃靖穎是英國倫敦大學 金將學院政治傳播學系碩士 高學歷 洪慈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趙紫玥咧 美國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系 好了 這個學歷 黃靖穎 趙紫玥都有什麼 劉揚的經驗 不過月薪 彭慈庸真的勝 應該在上面畫一個勝 因為趙紫玥約4萬6 黃靖穎約6萬多 結果6萬多的被講成是仇雍 那4萬6的也被講成是仇雍 但是12萬的是用人為才 這就是綠營他們評斷的標準嗎 來 請教韓濱 我必須說 包括當初被罵翻的趙紫玥 趙紫玥 還有學姊 還有洪慈庸 這三個我認為都是仇雍 其實都一樣 有什麼分別 因為你本來都不是 循序漸進的一個人 你是空降來的 你是因為有特殊的背景關係 你來了 所以是不是仇雍 我覺得都是 重點是他後來做了 有沒有做了對著其他的工作 那是一回事 可是不管你怎麼說 不管他適不適合這個職務 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仇雍 不然的話 老實講 尤其館院長講說什麼跟他互補 什麼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東拉西扯找理由 而且他找理由還找錯理由 洪慈庸最不擅長就是國防外交 因為他從來就不敢去這個東西 人家一開始希望 他是為他弟弟申冤 去講軍中人權 去改造國防部 結果他一進立法院 一當立法委員馬上說 他不擅長這個東西 他不想管這個事情 然後從頭到尾就沒去過 國防外交委員會 所以你連你要找來互補的人 你都沒搞清楚他到底幹嘛的 所以尤其餘院長 你會不會 這個護航的太明顯了一點 所以我比如講 洪慈庸老實說要酬庸他 我個人早就預料到 其實大家都預料到 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洪慈庸 為了民進黨真的是掏心掏肺 連自己的黨都背叛了 對不對 還跳出來 然後把時代力量差點搞垮了 他跟林昌庄兩個 不是差點把時代力量搞垮了嗎 然後以前在立法院 最大的建樹就是 不斷幫民進黨護航 不然他還做了什麼 所以我必須說 民進黨去酬庸他是非常應該 只是他拿我們國家的名位 來酬庸他我看不過去而已 不然的話 你民進黨報答他是剛剛好而已 所以我必須說 今天當然民進黨執政了 你有這個權利 你要在這個位置上用什麼人 那是你的權利 我們也沒有辦法講什麼 我講了你也不會聽 可是問題是 你們不要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還要告訴我說這不是酬庸 這明明就是酬庸 我覺得這個什麼好否認的 你如果要杜悠悠之口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洪慈庸上任之後 表現得非常棒 一級棒 大家就沒話說了 我還以為嚇了我一跳 我還以為說你說換成呂孫林 換成呂孫林也可以 杜悠悠之口 其實我們過去一直都在嘲笑呂孫林 搞不好人家呂孫林 很適合這個職位 也不一定 誰知道他還沒做 你怎麼曉得 至少有待過國防委員會 對 所以我必須講 現在一大堆跳出來 幫他護航什麼486先生 我就覺得無聊到極點 你說你14萬給他 搶不贏他 你加到28萬 你看他要不要去 就這麼簡單而已 館長跳出來講說什麼 他一定支持洪慈庸說什麼 吳思外都可以當立委 吳思外幹過將軍 他一身榮馬 為國家付出多少心力 洪慈庸幹了什麼 洪慈庸除了靠地之外 他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這種真的是XX比肌腿 我真的懶得講 我只能說 你們叫酬庸就酬庸 不要明明在酬庸 還要實壓的原因不承認 製作我最看不起的地方 對 剛才海明哥有提到幾個 幫忙護航 幫忙解釋的例子 就是486先生說 洪慈庸人真的很棒 我本來要開14萬 你看你這邊開12萬 我要去搶人才 我覺得這12萬是公帑 這14萬是你自己的錢 大家可以尊重 還有館長也在講說 吳思淮都能當立委 但至少他列在一個 不分區的選票上面 是經過選舉的制度 所以說大家在質疑的說 是不是你直接沒有經過 什麼樣的零選制度 你就是酬庸 但是大家也覺得奇怪 館長跳出來講話的時候 有一個數據很奇怪 因為最近紓困振興條例 特別體育署有提報3億的額度 要來振興一些體育的業者 最緊急紓困的對象 裡面就包括了是健身的業者 大家覺得奇怪 是不是講話的時候 大家互相在幫忙 但還有講話的人還有是誰 我們知道王浩宇 他就說立委顧問值是最爛的缺 誰在乎有沒有薪水 在乎的是有食權 他講這個話 可是他同時講了另外一番話 大家覺得說 你這個人講話是不是 邏輯上也有點特別 因為王浩宇也鼓勵說 大家去日本玩 說日本的防疫現在不用排隊 還可以撿到便宜 所以整個 我們問一下習親議員 但你你時鐘嗎 對 有些人幫我出來護航 好像真的是提油去救火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酬庸 剛剛韓明哥已經講了 其實我覺得你如果要講出一些理由 為什麼要用洪池用不可 你就說我要栽培年輕人 他剛好是我正國會的人就好了 栽培年輕人沒什麼不對 可是照理說 機要職的顧問 從蘇嘉雄院長到現在 劉錫坤接院長 其實他們自己做一些調整 跟過去的任用方式並不太一樣 而這個顧問職 以我過去在跑立法院新聞 跟自己當國會助理的經驗 他很難有好表現 你要他表現什麼 你要叫他給游錫坤 什麼樣了不起的建議 讓院長去做發揮嗎 游錫坤講得很好笑說 我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國防外交 背景的人來誤補我 洪池庸四年根本沒待過 國防外交委員會 李孫玲還待過對不對 更重要的是 一般立法院政府院長 是很少到委員會去開會的 他主要是主持議事 在大會禮拜二禮拜五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把這些議案 能夠順利的通過 怎麼樣把法案能夠審查通過 把預算能夠順利的審查 這才是調和鼎耐 院長跟副院長最重要的工作 而不是在委員會裡面去 難道你要提出什麼 國防委員會的法案嗎 其實很少的 過去院長副院長 幾乎沒有這樣的功能 王浩宇講的話就更好笑了 他說他這個算是最爛的酬庸了 最好的是國營事業 那種動輒幾十萬的 所以因為他薪水沒有到二三十萬 所以就不算酬庸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其實游錫坤院長就這樣講 所以他講的 我再回應一下 486講的那個東西 他說我14萬給他都不來 他去12萬 那我問你 洪齊勇為什麼選擇立法院的12萬 而不去486的14萬 立法院基要顧問12萬 雖然薪水上好像少了2萬一個月 可是他實質後面的潛在意義 跟政商關係 未來能夠累積的程度 跟你在486個人的公司 領14萬相較 哪一個獲益比較大 哪一個對你未來更上層樓 甚至營造政商關係 甚至在政治仕途上面繼續發展 有更大的注意 我想任何人都會選這個基要顧問值 雖然他現在月薪好像少了2萬塊 這很簡單的道理 另外其實補助 我這樣講 因為我這兩天剛好 我平常有去健身房 不是不能補助這些業者 其實現在政府陷入一個兩難 包括剛剛海明哥講說 你沒事不要亂走 可是也有很多醫界 甚至像葉金山署長 常常我們節目有時候會講到說 我們希望大家 在健康無疑情況之下 能夠正常生活 不要搞了百業蕭條 健身房現在最慘的 其實不見得是業者 反而是有些健身教練 因為業者的月費 當你入會之後 他還是照收月費 雖然你沒有去你不敢去 月費照繳 有的信用卡直接就扣掉了 反而是健身教練 因為沒有人去 他的課程受到影響 他因為他要上課才有錢收入 所以你要補助 如果政府照說補助 是補助給業者 那業者拿走 健身教練還是苦哈哈 業者他的會費 並沒有運降受影響 除非有人直接退會了 所以這個部分要補助也要補助 錢也要花在刀口上面 不是不能補助 但是怎麼樣補助在 真的需要的業者 受到疫情影響上面 這非常重要 我昨天帶小朋友去我們家附近 吃那個小火鍋小布小布 他說前幾天放假 因為沒有公佈新的疫情 跟確診名單 生意就還OK 昨天一公佈有武力 人馬上少了一拜以上 大家一聽到有武力就嚇到 每個人都留在家裡面 寧可在家一組泡麵 都不出門去吃飯 所以這就是很立即的影響 所以怎麼樣再避免恐慌 大家正常生活 不要導致百業蕭喬 又能夠不造成防疫的破口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 共體時間一起來努力 對 不過你說到健身房 這當然就是會讓大家聯想到 當然我相信政府要補助 怎麼樣的補助 一定有它一個安排 只是說一想到說 怎麼會是說 體育署自己都在講了 最緊急的紓困對象 反而是健身業者 就會馬上就跟健身網紅 聯想在一塊兒 是不是因為這健身網紅館 館長力挺小英政府 好像跟486先生也是一樣 他們的態度始終如一 非常堅定 你看針對連洪慈庸都被拿來質疑 甚至都被質疑說是小英認可的 小英女孩了之後不得了了 所以486也出來幫他講 甚至486到底是不是已經有 邀請洪慈庸任職呢 其實他的講法是說 被郵院長截足先登 你要不要現在繼續再跟他講說 你有空還是歡迎你來當我的網紅 因為486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就是要讓他去當他的網紅 到他的公司去當他的網紅 那是不是要兼差了 不知道 還是條件也不錯的呂孫玲 要不要486先生考慮一下 但是他主要是因為說 他是一個什麼所謂新手媽媽 他有他的考量 然後問題是486也幫他講話 館長也幫他講話 可是你知道其實在綠營裡面 其實對於洪慈庸 打上大大的問號的 其實也還滿多的 可是他們卻表態要力挺到底 這又是什麼樣的任用的哲學 請教一下 委員 來 委長 其實郵院長很簡單 就是說我要栽培年輕人 我需要一個助手 我信任他 就這麼簡單 事實上這個基要顧問職 從中央到地方縣市政府都有 都是市長或者是中央 就是你的首長的裁量權 你說包括學姐 包括趙紫玲 事實上他當市長他要用誰 只要合法 其實都不需要去責怪他 所以你今天郵院長 如果說我就是要栽培年輕人 我需要一個助手 我信得過他 他可以幫我做一些事 事實上他就是合乎條件 所以我想我們去針對郵院長來談 然後去針對柯P的學姐 或者是針對趙紫玲 甚至所有你可以去觀察 所有的縣市的首長 他都有他的基要顧問職 基要秘書職 都有 我們不會去質疑一個一個 而去質疑某一個 我是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當然就是說他怎麼樣去信任 這一個將來他的助手 那是他的事 那互補性怎麼樣 其實我是覺得都不用講那麼多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麼簡單 齋培年輕人需要一個助手 我信任他就這麼簡單 我信任他就這麼簡單 me